也可以关注我们健开一身兄的抖音号随时和我们联系 也可以关注我们健开一身兄的抖音号 爬山爱好者 也可以关注我们健开一身兄的抖音号随时和我们联系 这说的就是我 上一秒撑得连水都喝不下去 下一秒就饿得唧唧歪歪的 感觉再不吃点啥都要滴血糖了 啥 你说一秒有点夸张吧 嗯 也是 但我打包票啊 从撑到饿 我最多不超过五分钟 我也不想这么拧闷啊 但不吃真难受啊 这位朋友 我送你一句我亲自为你改的歌词 饱饿就在一瞬间 有的朋友就会问了 饱和饿是妥妥的对地面啊 在五分钟之内无缝转换 这也太稀奇了吧 哎 您有所不知啊 这事还真不算稀奇 是不是我家安摄像头了 跟我一样样的 这边撑着呢 那边就感觉咕咕饿了 瞬间小话 被我妈批评了 这孩子咋跟机翼一样呢 直肠了呢 同款烦恼 而且我都去医院检查了 啥事都没有 现在严重资于我的消化吸收 本来已经吃得很饱了 结果呢 瞬间就饿了 饱饿就在一瞬间 到底是身体出了啥问题啊 老这样会不会影响我的健康啊 咱还是找个明白人 得说道说道吧 上一秒还感觉到很撑 下一秒感觉饿了 哎 用这个大洋下的句话 就是饱饿就在一瞬间 就这么乖 我也有一句话 我们来看屏幕 兄弟戏强呢 其实翻译过来啊 就是兄弟俩啊 打起来了 其实这个敬意词呢 还可以有这个什么 兄弟反目啦 包括这个同事操歌啦 这啥宝饿一瞬间 他就是个兄弟戏强呢 你问我俩这个问题 他是在同一个难度上的吗 不是 怎么到我这就这样是的 那就是 我想求助张老师啊 张老师你就说吧 这个什么兄弟戏强 兄弟是什么 人身体的两个脏器 而且经常一起被提醒 关系很好 应该是兄弟的关系 不过呢 现在他们反目成仇了 这位叫尔特的朋友 是已经锁定了管消化吸收的兄弟俩 是匹和胃 然后他就说啊 平时这兄弟啊 总是搭伴一起玩 那咋的 那在有些人身上 就兄弟反目闹意见了 确实就是匹胃出现了问题 可不可以就理解成啊 这个匹和胃呢 他们啊 原本就是总是搭伴出现的 但是其实呢 他俩啊 是各司其职 说白了 也就是个人管个人那块地儿 我们还是看图说话 来看图片 中医讲 胃主授纳 胃授纳就好比一个粮仓式的 我们是储存粮式的 我们看到旁边有一个 一辆车是个运输队是吧 我们讲脾主运化 脾的主要功能是运输 运化我们的水谷精微 所以一个主受纳 一个主运输 这就是这两张图片的意思 也正好代表了脾胃的功能 我们出现不舒服 就相当于他们哥俩 这步调不一致了 对 确实是 就是这样的 就是脾胃两股劲拧了 如果它要是一致的话 劲往一串使 心往一串扬 对吧 该饿就饿 该饱就饱 现在他俩 拧劲了 心不往一块使 所以一个喊饿 一个喊撑 上一秒很撑 下一秒就很饿 那这个脾胃啊 怎么就不协调了呢 中医有句话 来形容这种特点 叫做胃强脾弱 也就是粮仓是强大的 运输队是削弱的 为啥这个胃强脾弱 就让人吃东西很快 就觉得撑 然后没一会儿 就觉得又饿了呢 吃完饭不消化 我记得以前我们说过 这应该是脾虚的情况吧 张老师刚刚也说到 胃强脾弱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脾弱的表现呢 脾的主要功能是运化 现在脾的运化功能差了 也就是不能把胃里边的东西运输走了 对吧 所以胃里的东西就会越堆越多 堆在哪呢 就堆在我们的中礁 也就是我们的心口湖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就感觉心口湖撑的话 堵的话 吃点东西就炸 全堵在这 刚才说的挺穿神 就是这一杯水都喝不下去 真是这种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保障的明显 保障感特别明显 所以喝水都喝不进去了 对 朋友 如果他吃完饭之后 就撑半段的情况已经找到了 就是乳因 他的脾出了问题 脾虚 不等于脾虚 脾虚的情况有很多 我们得问问 我感觉这位朋友 他的大概率会出现拉肚子 也就是他容易拉肚子 我们可以问一问 太有了 吃点凉的就爱拉肚子 下人都不敢吃病棍 互动群里边一位叫李瑞琳的朋友表示 我也是吃点就炸 然后感觉脾虚 但是吃凉的没事 重点就是大便挂池子 感觉身体特别沉 肯定是湿气太重了 两种朋友 其实情况还有点不一样 不过我们能判断出来 都是脾虚 那个朋友叫李瑞琳的是吧 这位朋友大便是挂池子 肯定是脾胃虚 假有一些湿邪 湿气哪来的 因为脾虚不能运化水骨 不能运化水湿 所以导致的湿气大 也就是形成了脾虚夹湿 吃凉就爱拉肚子 这位 它应该是身体有寒吧 这个湿就容易转为寒的 我们都知道水是凉的 湿血本身是阴寒的 那么阴寒的水湿在体内停居日久 就会损伤脾羊 导致了脾羊不振 我们又管的叫脾虚寒 那这样的表现 会不会就是比较害怕吃凉的东西 对 就是脾虚寒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 我们术语叫脾羊虚 这样的人呢 肯定吃不了凉的 而且呢 第一吃到凉的 他想吃但是也不敢吃 平常呢 就不说吃凉的 吃点生的 吃点生菜呀 拉肚子 对 或者是吃个苹果呀 大家都觉得喂毒的话 甚至就拉肚子了 那到底是哪种脾虚更严重呢 脾虚夹湿在前 先是脾虚 脾虚之后 然后不能运化水骨 不能运化水湿 就形成了湿血 也就是形成了脾虚夹湿 冰寒的水湿在体内停居日久 脾虚寒 那我们再拢一拢 脾虚夹湿和脾虚寒 到底有什么样的表现 两者共同点先说 都有脾虚 脾虚什么表现呢 吃完饭之后脏的话 对 不需要脾虚 脾虚 那呆 对吧 甚至影响食欲 但是他俩不同 一个是夹的是湿血 一个是表现的是阳虚 而出现的虚寒 所以脾虚寒 或脾阳不振的人 就会表现出怕冷 可以手脚怕冷 可以身体怕冷 但是表现最明显的是 不能吃凉的 哪怕吃一点凉的 就会拉肚子 脾虚夹湿 脾虚夹湿的患者呢 脾虚夹湿的患者呢 他的表现是湿血 在体内聚集 在我们体表 个别的患者可以表现出 皮肤搔痒湿疹的表现 对吧 那么因人而异 但是我们在消化系统 最常见的表现 就是大便西 用我们中医术语 叫做大便糖博 像鸭子的台便一样 是糖便是西便 大便总是挂池子 他会说常年大便不成型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脾虚夹湿 要么就是脾虚夹湿 要么就是脾虚寒 是吧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解决 这些朋友该怎么样去 调理一下呢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健康一身轻 夏节更精彩 口渴 爱不爱喝水 必须得吃这么苦的这个药吗 我搭点蜂蜜喝 行不行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轻 新年好啊 新年好啊 鲜春主 你新年好 没有终不好 没有复党 健康健康健康 胖蘸糖多减醇 减醇 凝醇糖酸奶全国 销量领先 君乐宝如也 做人奖量 心意誠信走天下 不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说到有些朋友在饱和饿之间转换得很快 吃点就容易撑 过会又饿了 他们吃点就容易撑 问题出在脾上是脾虚了 不过这脾虚和脾虚还不一样 要是怕冷 吃点凉的就拉肚子 那就是脾虚寒 要是吃凉的没啥事 就是大便不成形 挂石子 那就是脾虚夹湿了 这两种的脾虚咱们都该怎么办呢 一根找到了 那么治疗企业就简单了 对于这种脾虚寒的 或者我们管它叫做脾虚不振的人 那么我们就需要给它温镇脾虚 那么温镇脾虚最好的方子叫父子里中丸 父子里中丸 对 我们里中丸 父子里中丸 都在药房能买得到 但是好像父子里中丸更好买一些 父子里中丸它的组成是什么呢 是在里中丸的基础上加上了父子 里中丸是由四个药组成的 分别是人参 白猪 甘姜 炙甘草 这里边人参 白猪能渐运脾胃 能补脾气 甘姜就能散寒 温中散寒 加上父子 温中散寒的力度就更大了 所以它能温暖我们的脾胃 就像我们体内里边点一个艾灸一样 自然就能把体内的寒气散除 体阳不振 给它充分的温振足了 互动群里刚才那位叫李瑞林的朋友也说了 他也是吃完就觉得特别胀 然后肚子很饱的感觉 但是他吃凉的不辣肚子 就是大便会挂石子 那我们也给他分析了 他这种是脾虚挟湿 那他用这个腹子李重吗 应该是不好使吧 对 确实是 也不能说不好使 就是不太对症 脾虚夹湿 脾胃虚弱出现的湿 并没有阳虚的表现 所以我们不需要闻阳了 那么我们治疗这种情况 也有一个成要 药房也能买到 大家肯定也能听过 叫做森林白珠伞 森林白珠伞 是我们宋代的一个方子 这个方子里边的人参 白珠 茯苓 都是健养脾胃的 对吧 里边还有扁痘啊 山药啊 莲子啊 杀仁啊 都是健脾化湿的 所以这些药放在一起 主要目的就是 健养脾胃 驱除湿邪 所以它能健脾驱湿 这俩药啊 它是按这个说明书吃就行吗 就吃短时间能感觉到 哎呀我这个 胀肚的感觉没了 这两个药都是成药 我们在药房能买到 我们就可以参照 说明书里的用量 来服用就行了 如果有效的话 一周到两周 就能见到效果 如果症状消失了 就可以停药 假如服用一两周 还是没有效果 那有可能 您听着症状像你的症状 但是未必是这个病症 可能就不应该再继续服用了 还继续到医院 就治疗日期 对 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解决了一半 解决一 为什么说解决一半呢 因为我们只是说 吃完之后感觉到 不消化 还有 你别忘了 饱饿一瞬间 过了一会儿 饿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互动群里面 叫国色的朋友 也举手了 他就说 我跟我老公吃 同样多的食物 人家啥事没有 我这过一会儿 就抓心脑干的饿 总感觉想嚼点啥 你看 另一位叫做桂花糖的朋友 还跟他对上话了 说你总爱饿 那不就是胃火大吗 还有这位叫 独来独往的朋友 也表示 顶楼上 听过一句话 胃火大 消骨扇鸡 这个框大家 基本上全对了 五骨吃进去来之后 马上就消化掉了 然后特别爱饿 我们把它叫 消骨扇鸡 其实类似的人很多 刚吃一碗饭 没到一个点 又饿了 总想吃 吃饿的时候 抓心脑干 为什么呢 我们说 他这里边 最重要的原因是 胃火太旺盛了 胃强脾弱 胃强指的 就是胃火旺盛 所以总结说 就是上一秒 感觉特别的撑 这个就是脾虚的情况了 如果说下一秒 就感觉特别饿 满世界去找吃的 那可能就是出现了 胃火大了 胃火炸了上风 胃火剩了 吃进来的东西 消化得特别快 就觉得饿 但是实际上 脾虚又运不走 那么脾虚运不走了 又觉得撑 结果恶性循环 越吃越撑 越吃越撑 消化不了 就形成了一个 胃强脾弱的状态 不过我们说回来 说胃火 胃火和胃火还不一样 因为两种胃火 也是有区别的 胃火不等于胃火 脾虚并不等于脾虚 对 问一问他 爱不爱口渴 另外如果真是口渴 爱不爱喝水 爱喝呀 一天水不离口 渴了就整点 我们刚才那位 也是总爱饿的 叫国色的朋友 给咱又留言了 他就说呢 我也爱饿 但我不想爱喝水 渴是真渴 但是看见水吧 米一口都鲜多 有胃火的朋友 都容易渴呀 可以这么说 有火了就会口渴 有胃火的人 一般都会出现口渴 胃火有两种 一种是食火 一种是虚火 两种胃火的人都会口渴 有食火的人爱喝水 也就是口渴 喝水还多 渴能喝很多的水 有虚火的人也口渴 但是你就会发现了 水杯放在这儿 就泯两口 树树口就完事了 他不会咕嘟咕嘟一把杯水喝完 以前听说啊 胃有食火的朋友 多容易出现口气比较大 那您为什么不问这个问题呢 胃中是虚火还是食火的人 都会表现出口气比较大 胃食火 胃虚火的 一个一个来 先放点东西 这个白白胖胖的太好认了 这个是麦冬 我认识 郭东群那边很认识这个麦冬 还知道他是这个滋阴的呢 是不是对这个胃虚火呀 有效果呢 一个是麦冬 一个是生地 另外一个呢 就是黄莲 胃里有食火 应该用点黄莲吧 黄莲能干什么呢 能清热解毒 最关心的 我们终于叫做苦寒之辙 黄莲能泄火 一说到黄莲 那有句俗语叫 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吗 您是不是脱口而出这句话 据说这句话是出自 明代文学家王阳明 相传有一天呢 王阳明的学生 刘官时请教他说 一个人的感情 在将发未发时 是什么样的呢 王阳明的回答是 哑巴吃苦瓜 与你说不得 你要知苦时 还是你自吃 后来呢 王阳明觉得 这个吃瓜这个字味 是有苦有甜呢 而黄莲肯定是苦的呀 形容起来更为贴切 于是就把哑巴吃苦瓜 改成了哑巴吃黄莲 这话也就流传至今了 其实说到黄莲啊 大家就能想到 这个老太太吃黄莲 苦口活心 还有就是 哑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 一想到黄莲 感觉就是苦 我们必须得吃它 这么苦的这个药吗 良药才能苦口 确实得用黄莲 为什么呢 黄莲能够厚肠胃 黄莲是专门 用我们中胶脾胃的 它能清胃中的火 这种食火 非黄莲不能除 我就是想替我们开场 那位女同胞问一下 就是说这么苦 我搭点蜂蜜喝行不行 想象中的黄莲 是特别的苦的 是吧 主要听说的 也没直接吃 中医讲的 良药苦口 并不是这个 药是苦的是良药 对症的药 就是良药 而对症的药 实际上吃起来 有点甜 种带甜的 也就是如果你胃中 要是有食火的话 让你吃这个黄莲 你吃不出 那么多的苦味 如果你体内没有火 让你吃黄莲 饿苦 那就特别的苦 所以你想一想 我举个例子 你有火的时候 你是不是想吃点取莫菜 对啊 或想吃点什么 蒲公英啊 对吧 你吃的时候 你吃出苦来了吗 没太苦 你在你上火的时候 你吃的特别香 但是你没火的时候 你吃的 哎呀 这么难吃 黄莲虽然是苦的 对症之后 就不会那么苦了 所以呢 这些时候 如果你放蜂蜜的话 那么可能适得其反了 因为我们目的是泄火 蜂蜜是怎么了 是补益了 是正好相反了 对吧 所以你放上蜂蜜 可能不会起那么大的作用 别这么说了 老师 我知道 喝黄莲水 爱饿 爱渴的朋友 之后还特别爱喝水 那八成呢 就是喂食火了 用黄莲 这个都要用多少呢 尝试着 用三颗黄莲 对吧 三颗黄莲 我们可以泡一下 对吧 泡个十分钟左右 这个杯子 马上就变成黄色的 很明显的黄色 所以这时候 药味已经出来了 不用别嘴 如果你有喂火的话 喝它就喝 喝甜的 喝茶水是一样 老师说它是甜的 这个咱喝多少时间呢 喝几天之后 你就会觉得 苦味特别明显了 火下去了之后 是吧 我们会表现出 有的人患者胃火腥 会口舌生疮 这些口舌生疮 都能下去 然后排尿呢 也会发现黄的颜色 如果在喝的过程中 觉得胃口慢慢的 恢复正常了 不像以前那样 爱饿了 这时候就可以停用了 爱饿 口渴 还特别爱喝水 这是喂食火惹的货 黄莲泡水 就能帮上忙 每天三克黄莲就行 可别贪多啊 同样是爱饿 口渴 不过就是喝不下去水 那就是胃有虚火了 咋能去除 这任务就落在了 生地和麦冬身上 生地既能滋阴 又能清火 阴去导致的火 是阴和阳是一起多的 阴少了 显得阳多了 那么阳气不需要给它泄 需要把阴气补足了 当然里边有一些虚火 我们就不能用黄莲 这种苦寒的药清了 我们得用一些干凉的药 所以生地麦冬都是干凉的 生地能够滋阴清热 而麦冬呢 又能润肺润胃 我们麦冬最好的一味药 它能走中上而交 既能滋味阴 又能清肺热 所以这两个药放在一起 既能清除胃中的虚火 还能养足胃阴 那么就是一举两得了 虚火啊 就用刚刚我们说到的麦冬加上生地 这个都要用多少呢 麦冬用15克呀 生地有时候用15克20克 您自己用的话 我建议都各取15克就可以了 15克 而且这种东西它比较精英剔透 泡水呢可能显得力量不足了 最好是煎煮一下 这个咱喝多长时间呢 养阴时间要长一些 我觉得一周为期 对吧 如果不要一周有效果的话 那么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效果就不要再出用了 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完了 饿和撑啊 在顺点转化的这些朋友 提点实际性的问题了 容我先问一句啊 这样的朋友多吗 将近怎么也得有三分之一 我们这位朋友啊 属于吃完了之后 他就撑的话 而且还吃凉的就容易拉肚子 这本身比虚寒 对吧 然后呢紧接着他属于吃完了之后 他撑完之后就饿 还老渴 怎么喝水喝不喝 胃食火这个情况 既比虚寒 还有胃食火 胃火吧 我们用黄莲 对吧 胃虚寒 也就是脾羊不振 我们用父子李中丸 我们实际上就是 把黄莲和父子李中丸 放在一起用了 但是怎么用 是有讲究的 俩要对在一块 你咋吃啊 对不对 这事有讲究 各位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生青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生青 广告之后 感谢回来 这里是最关注您健康的 健康益生青 我们今天请到的专家 是来自于辽宁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张慧勇老师 欢迎赵老师 欢迎 刚才我们就讲了 有的朋友是 吃完之后感觉到这个 撑的话 而且呢 自己还总感觉到 吃凉的就拉肚子 吃完了之后呢 还感觉到自个儿堵的话 还总想喝水 还大口大口喝 也不感觉到解渴 这样朋友 还有胃食火 你看 脾虚寒 然后还有胃食火 你这一个混合的一个情况 父子里中丸和黄莲 放在一起吃 吃的时候就需要 三克黄莲注水 泡个十分钟左右 来送服父子里中丸 这样就可以了 一起喝不换 黄莲是凉的 父子里中丸是温的 对吧 俩要放在一起 一寒一热 不会自己中和了 对吧 或者说不相容 其实不存在这个问题 在我们人体里边 有寒热挫杂 药也是有寒热的偏性 并不会说寒的和热的 就中和在一起 它不会像我们水 一碗热水 一碗凉水 倒在一起 变成温水了 偏哪 哪出现问题 我就纠正哪 补哪 而不会出现两个药 混在一起 把这寒热的药性中和 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那这样一个混合吃法 里吃多长时间 一周是一个基本的情况 如果服药一周 有效果 对吧 那么您可以接着用 如果一周没有效果 就不要再用了 找医生专业治疗 我也是成恶瞬间转患 估计就是你们所说的 胃强疲弱吧 张老师问的俩问题 说了口渴 我也是口渴 但是一点水也喝不进去 第二个问题 关于怕不怕吃冷的 我不太怕吃冷的 就是腿觉得沉 症状已经很明显了 就当了一个测验 电热机前的各位 也欢迎您 那后面一块儿 来进行厦门的测验 要胃火 但是口渴不欲饮 什么情况 胃虚火 用什么 生地脉冬 脾虚身体沉呢 脾虚夹湿 用什么 身灵白乳伞 为有虚火 加上脾虚夹湿 我们治疗 就是用生地脉冬煮水 送服身灵白乳伞 身灵白乳伞呢 我们是成药 是一袋一袋的 用一袋的身灵白乳伞 配合生地脉冬 各15颗 生地脉冬煮水之后 送服身灵白乳伞 一天就服 如果有效果呢 在一周之后 就会感觉到 胃的虚火少了 也就是 胃不像那么爱饿了 还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它便会觉得 会慢慢有点成型 这就说明有效 如果无效 那一定要停止服用 找医生专业治疗 大家会可以扫描二元网 进入我们健康一身清的微信公众号 跟我们热情的互动 同时也可以在抖音上登陆 健康一身清 来跟我们聊一聊 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